今次投资者信心指数的数字是怎样的 其实大家看到最新今期的数字是115 对比上一季127其实是回落了大概12点子的 其实如果大家看回那个成分的方面 其实看到六项分类指数其实全部都是下跌了的 其中其实我们看到恒生指数的回落的幅度 和这个全球经济环境的回落的幅度都是比较大一点的 其实我们看到今次投资者信心回落 主要我们相信有几个原因的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我相信因为第一季方面的投资环境其实都是比较波动 以恒生指数为例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了 只是第一季其实恒生指数回落了超过4% 所以其实我们也都看到就是说投资者 其实对于未来恒生指数上升的信心 其实也都是回落了的 现在大概市场的共识都是仍然觉得 就是第一次加息就是会在明年的下半年 但是无论就是联储局提早加息或者是退次加息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会觉得其实仍然中长线来说 都是理好这些股票的资产的 尤其是在加息周期我们看到 特别是以往来说是理好新兴市场和亚洲市场的 而中国来说仍然都是很多环球投资者的担忧 当然就是最近这几个星期我们会看到 就是开始政府有一些所谓mini stimulus出现 这个也都理好到市场的气氛一些 尤其是上个星期就是直通车这个消息 我想是更加就是令到市场的气氛就有些转变在 也都最后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环球的经济状况我们仍然都相信是会继续支持风险资产 虽然那个联储局他们开始做退市 但是我们都会觉得那个环球经济复苏会继续支持盈利增长 再加上就是股票的股值其实仍然都是教债券吸引 我们也都会预期就是资金仍然都会继续流入到股票市场 而我们相对来说是看好成熟市场就是多个新兴市场的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